我覺得這一支剛剛因為時間比較短 我是不是請我們人生好的來介紹一下它好不好 對 因為呢 這個 現在市面上其實有蠻多麥克風 對 但是呢 這一支呢 真的是通過台灣國家的電檢 然後還有NCC的認證 然後是一個兩年都有保固 然後你也經過了許多歌手代言 因為很多專業的歌手 甚至有些 蔡元曉迪啊 張惠玲 這些唱將都非常喜歡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經歷是 譬如說我遇到很多像台語歌手 他們的專業的程度真的是 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 因為他們從以前那個 還不是錄音不是這種電子音軌的 他們可能是錄一次是要花很多錢的 所以他們把握每次機會 不能出錯的那種 所以他們練習就非常的強 那我覺得有他們代言的加持 我覺得就是一個保證 因為畢竟他的功能啊 還有他的那個聲音啊 回溯的聲音啊 還有印製那些干擾的雜音 我覺得非常的完美 而且聽說你已經開始要練歌了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覺得這一支真的 呃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它會激發很多人的那個歌唱魂 因為你知道很多爸爸媽媽啊 或者是年輕人啊 其實很喜歡唱歌 非常 但他們只有在關在KDD包廂 然後還要專程去一個地方 或是有時候在 你知道 開車經過那種 有人投錢的那種石塊的卡拉OK 很多人唱得很開心 可是你都要專程去那些地方 然後帶著喇叭啊 音響啊什麼 blah blah blah很多東西 但這一支呢 我剛開始也有懷疑 我老實講 我覺得他這麼小 怎麼可能 但我覺得要試給大家看 我覺得點歌 來唱一下 我們就直接來唱 這一支最厲害就是走到哪 唱到哪 對 而且 來 我現在藍牙連線 來 麻煩一下 OK了 OK了 好 來 唱一下那個 你的勇抱抱抱抱 請你真的就走下去唱哦 而且你可以調他的那個 有沒有 音樂不要太大唱 或是混音 其實我們是李山在聊 他真的太神奇了 他就是走到哪 唱到哪 我一直都相信 所以我卻不會放棄 努力去捏出愛的出息 還蠻清楚的吧 很清楚 猜測到彼此的真心 是不是跨到過去裡 該如何勇敢 還不逃避 表情一切 放不掉你的心 太不同 而且他的廢景音樂 都沒有 你要走下去握手啊 演唱會不是都是來這一招嗎 這感覺應該是哪一個 你的擁抱 請小時候的微笑 一直融化我最遲到 愛是依靠 你的擁抱 加點團團的微笑 擁抱 愛是依靠 擁抱的溫度 剛好 請來賓掌聲 謝謝謝謝 真的很厲害耶 因為我原本也擔心說 就是 因為以前用這樣類似的產品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他很容易那個 背景音樂 就是我的backing 我的伴奏 跟我的s vocal 兩個混在一起 然後聽不清楚 然後我試了一次 我驚為天人 其實我覺得剛剛天人雖然只是小小的一段 其實我已經非常期待12月2號的整場的演唱會 那在記者會結束期間 最後還是要請你透過鏡頭好好的跟歌迷的講一下 這一場演唱會到底有哪些特別 那我先打個唱 剛剛我跟明翰有討論一個 介紹他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貼切的 因為很多人你知道很喜歡唱歌 都有那個燃燒小宇宙想要當明星歌星的夢 所以你買了這一支呢 你以往可能要搬喇叭或是麥克風啊 加電池啊 然後到別的地方才能唱歌 但由了他 全台灣的各大景點都是你的舞台 我好想試試下次在台北捷運試試看 這次可能會被投訴 可能會被抓哦